當日前發生男大生行車糾紛 被痛打昏迷事件 也讓看到這起暴力事件 實在太囂張是翻版嗎 毀車又砸電的事件接連傳出 首先這十四號的凌晨 有三個人衝到警察局來求救 怎麼一回事 因為新北三重區 發現了惡煞錯認求家的事件 囂張在警察局前砸車 一米二十九歲 圖姓白牌車司機凌晨 在三重在客 就遭到詹姓男子的五個人當街燃車 他帶著車上兩名客人 總計三個人直奔到警察局 去分局門口來求援 大喊救命 沒有想到這兩車包圍的惡煞 再度追上人 趁他們下車時一陣狂砸 甚至還持瓦斯槍在分局外 就這樣公然開槍洩憤 直奔的員警衝出來 歹嚴第一時間攔下其中的一輛 兵士車嫌犯變稱都是誤會 原來疑似打架節約懷恨在心 賀見仇人打卡 那麼看到白牌車載客 於是上前來尋仇 不久之後另外一輛兵士駕駛 還有乘客也是到警察局來投案了 警方表示全案因為 詹姓男子等員誤以為仇家搭乘 白牌計程車 一時氣憤找朋友來砸車 警方訊後以妨害秩序 妨害自由 毀損等罪嫌 將這五名惡煞逮捕 遺送罰辦 監視器拍下三名男子 衝進警局向警察求救 但外頭姿勢的惡煞 居然囂張的在外頭 對著白色車子擋風玻璃 用力猛敲 隔沒多久 好幾名Polish大人衝出去要逮人 原警大聲嚇斥 將人上口壓制在地 更在車內搜出力氣 還有一把瓦斯槍 還原整起事件 原來早在一月初 詹姓主賢和龍姓男子 雙方因為唱歌 有發生過肢體糾紛 14號凌晨 發現龍姓男子發現動 人就在這間KTV 現在看到仇家在IG上面打卡 就是來到三重這間KTV唱歌 他到現場來賭人 沒想到卻意外砸錯車 事發就在新北市三重 五名惡煞先是持球棒猛砸 被害人突信問獎 驚慌失措地拋到分局報案 但沒想到誇張的是 這五名嫌犯 根本不把員警放在眼裡 都已經到三重分局正門口 還是對著被害車輛狂砸泄憤 警方追上去要逮人 詹姓主賢才若無其事地表示 是他認錯人了 無視公權力 陳雄惡煞追到警局前 還是不放過被害人 面對員警質問 犯件一臉不在乎 吊兒郎當樣子 不把警方放在眼裡 分局長在震怒 但轄區治安亮紅燈 民眾還是好擔心 據著甜人香陳廷入 新北山無動